丈夫突然憔悴的回家 而且遇见熟人就多 问她发生了什么 却又只是含糊其词 丈夫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 我爱你 麦克和乔安娜是一对恩爱的年轻夫妻 麦克平日呢对乔安娜十分宠爱 工作以外呀常常带她逛街吃大餐 喜欢的东西不管再贵都会给她买 一天麦克提前下班回家 并且脸色苍白 他说自己把工作弄丢了 但好消息是 她以后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乔安娜 乔安娜安慰麦克 她之前存了一些私房钱 应该够用到麦克找到新工作了 听到这个消息 本该高兴的麦克却突然咳嗽起来 她已经这样咳了一个星期了 乔安娜十分担心 建议她去看看医生 麦克拗不过只好同意了 看完病 麦克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就在回家的路上 麦克惊奇地看见了姨妈 姨妈怎么会在这里 她不是应该远在国外吗 不知为何 麦克十分惊恐 她赶紧拽着乔安娜就要回家 此时姨妈来到跟前 质问她明明看到了自己 为什么要躲 麦克含糊奇词地解释着 乔安娜贴心地跟姨妈打招呼 姨妈开始打量起乔安娜 麦克见状急忙跟姨妈说自己不舒服 最后带着乔安娜逃离了现场 乔安娜十分疑惑 为什么麦克刚才要躲着姨妈 麦克搪塞说姨妈太啰嗦了 一聊起来就要说几个小时 她不想浪费时间 这时姨妈打来电话 表示想到麦克家拜访 麦克吞吞吐吐地说自己约了朋友 说下次再招待姨妈来做客 乔安娜十分不解 为什么麦克要骗姨妈 她今晚明明就没有约朋友 而且自从麦克母亲死后 姨妈就是麦克最亲的人 她为什么要躲着姨妈 乔安娜怀疑 麦克和姨妈起了什么冲突 但麦克始终含糊其次 答不上个所以然来 她说是因为姨妈从国外回来 她担心她周车劳顿 随后转移话题说 要带乔安娜出去吃 说完走进房间准备换衣服出门 看着镜子里脸色惨白的自己 麦克想尽办法 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虚弱 这时屋外的乔安娜又接到了姨妈打来的电话 姨妈说她已经来到了他们家楼下 热情的乔安娜将姨妈邀请到家中吃饭 这一幕正好被换衣服出来的麦克撞见 麦克情绪激动的说 不是说了下次会去拜访姨妈的吗 随即要带着乔安娜离开家 然而姨妈已经来到了门外 麦克说如果开门的话 乔安娜会后悔的 但乔安娜还是开了门 乔安娜做了一桌美食来款待姨妈 姨妈夸赞乔安娜好手艺 还说难怪麦克这么不舍得她 麦克却一直凑着一张脸 似乎对姨妈有很大的意见 这是姨妈注意到麦克苍白的嘴唇 你看看你的样子这么憔悴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姨妈话中有话似乎在警告麦克 单纯的乔安娜说 都是自己的错 没照顾好麦克 随后走进厨房去盛汤 趁她离开 姨妈赶紧跟麦克说 她这样不行 再继续下去 她会没命的 恰好被回来的乔安娜听见 她震惊地问姨妈 麦克为什么会死 姨妈却不回答 而是用筷子夹住麦克的中指 乔安娜顿时感觉腹中一阵剧痛 姨妈说 乔安娜迟早会知道这件事 随后掏出一张报纸 摆在乔安娜面前 马来西亚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一港女车祸身亡 看到这里模糊的片段 开始在乔安娜脑中闪现 原来她已经死了 之前她去马来西亚旅游 遇到事故身亡 悲伤的麦克回到家 为她收拾遗物 当晚乔安娜的灵魂 却回到家中 而麦克家的人 大多都有阴阳眼 看着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死去的乔安娜 麦克因为不舍 隐瞒了真相 继续和她生活 为了和她 能有更多的时间 在一起还辞掉了工作 回想起之前两人 在一起的细节 乔安娜终于知道 为什么商店女老板 只和麦克说话 却不理她 为什么饭店服务员 在麦克点了两份餐之后 露出诡异的表情 就是因为其他人都看不见她 也是因为这样 麦克才一直躲着姨妈 因为姨妈也有阴阳眼 她害怕姨妈一说出来 乔安娜就会消失 可是人鬼毕竟殊途 麦克因长期和乔安娜 待在一起 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 而且这样还影响了乔安娜投胎 现在是时候做一个了结了 乔安娜明白 麦克对自己的深情 但为了麦克的未来 她必须离开 进行了最后的告别 乔安娜消失了 这个故事来自港剧奇幻潮 原本以为是一个丈夫 死了鬼魂回家的故事 没想到最后的反转 却让人耳目一新 虽然是十几年前的老片 但在今天仍然值得一看 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 是超越生死 虽然死亡带走了 那个我们思念的人 但是带不走内心深处 无尽的回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